大家好,我是很关心马云 马老板啊 非常关心马云,为什么呢 因为我是基于我的这个过去这么多年的我的经济史和企业史的双向叙事的研究 在中国这个地方啊,长久来看能够为这个国家带来一点点实际的 有意义的影响的人 都是企业家 中国的这些个流氓政客啊,不管是蒋家还是毛家 还是邓家,还是习家 这个 还是之前的这个清朝的那些帮孙子啊 我跟你说啊 凡是企业家活得好的时候 都是企业家在帮助这个国家在做点事情 真的,你要看到这些个事情 原来我给你举一个例子啊 这个晚清垮台以后啊,中国不是进入这个 黄金时代吗 黄金时代是没有一个所谓的中央政府的 那个时候老蒋还没立文脚跟 所以那个时候整个中国的是一盘散沙 但是呢,就是因为一盘散沙 所以呢 整个中国的经济啊 非常好,老百姓的日子过得非常好 所以人称黄金时代嘛 黄金时代的时候 那个时候中国要参与国际事务啊 是派的企业家过去参与国际事务的 所以我在我的书里面提出了一个很牛逼的观点啊 就是那个时候其实 不叫做北洋军阀 北洋军阀,所谓的军阀混战 所谓的这些那些的都是一些政治层面的描述 真正的层面是什么呢 是这个 是属于中国企业家的自治时代 有企业家他们那些联合的那些 企业家的力量在管理一个国家前后长达20年呢 人类的历史上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宣言 叫华盛顿宣言 这个宣言是在这个华盛顿在美国签字的 当时中国派出的人就是一个企业家过去的 所以你们看看我的书 强烈建议大家买我的百年经济日笔记啊 在我的视频下方有年纪 你看一看 这是第1个例子吧 第2个例子我告诉你啊 这个老蒋搞的时候 企业家的日子也挺好过的 整个上海说了算的 不是老蒋 不是上海市的这个市长那个市长 而是上海的企业家的 叫做企业家联合会 真的 所以这些个事情是 是非常的有意思的 包括邓小平搞的时候 邓小平搞的时候 像搞改革开放 没钱 大家都知道有个段子嘛 就是邓小平 请了一批人过来吃饭嘛 吃火锅 其中有这个王光阴啦 有这个女荣义人哪 共产党没钱 邓小平就是我今天请你们吃火锅 是因为我们国家要搞经济了 不能再过这种穷日子了 贫穷不是社会主义 希望各位老板呢 这个发挥里面的这个 在企业界的这个 资源 人脉 完了以后把我们国家的经济搞上去 对吧 所以搞经济 他需要钱的 你开公司需要启动资金的 一个国家 一个时代 你要开始搞经济也是一样的到你 所以那个时候的王光阴 王光阴天津的嘛 上海的荣义人嘛 他们各自就把过去他们存在海外的钱 就拿回来 就开始搞 开始做生意 所以 荣义人后来为什么 以一个企业家的身份 邓耀平给他一个中国国家副主席的待遇呢 是因为他的确有功劳 他拿了在香港的一笔钱 一笔股票钱 拿到中国 办了中型公司 搞了一堆的 帮邓耀平做了很多事情 才给他一个中国国家 副主席的待遇 所以我这么告诉你啊 长久来看 至少过去两百年来看 真正对这个国家有贡献的 不是现在这个乌样乌样的流氓 什么孙中山啊 什么蒋介石啊 什么毛泽东啊 什么的 这些 都不是 这些个企业家 真的 所以呢 我是非常赞同北大的张维尹老师 研究企业的现象的 我在这块研究的很透的 所以我对马云这个人呢 我是特别期待的 我觉得马云这个人 是一个超级聪明的人 是一个高人 他做生意做这么大 赚了这么多钱 然后现在遇到麻烦了 人跑到国外去了 今天我听说马云在德国被人拍到了 因为我那哥们挺牛逼的 一点小小的个子比我还矮 是不是 然后在德国街头逍遥游的日子过得舒服服 身边有两个秘书 然后然后有三个德国 聘请的 牛逼轰轰的 看上去一米八 一米九几的 那个 这个人身高 是吧 人高马大的这个保安 在贴身在护卫他 说这个在街上 过马路的时候 那个站字非常的专业 三个角度 把整 每一个角度都封死 你想远军里给马云一枪是打不到的 牛逼轰轰的 然后我就挺高兴这个消息的 我就问了我在国内的跟马云很熟的一个 然后他说 哎呀 这个马校长的 智商是很高的 他太了解中国的 他很早之前就说过 我是一首富 在中国所有的首富的日子都不好 是不是下场都不好 还有一次说我自己知道我的晚年我的下场很不好的 他那个时候是 风光无限的时候说这句话说明他真的是有眼光的 所以我对马云现在有一个 全新的认识 马云我人我认为跟美国的马斯克是很像的 他不仅是一个企业天才商业天才 他也是一个文化天才 我告诉你如果是有美国这样的 政治环境的话 马云当总统 都一点问题都没有 他是一政治天才我告诉你 他绝对 有着非常牛逼的演讲能力 有着非常牛逼的政治操控能力 可惜他身在中国 是不是 所以我之前我也说过嘛 如果是马云是马斯克在美国做生意 他绝对会跳到老高 骂那些个不好好搞经济的总统 你所以人家马斯克在美在美国骂拜登骂的跟啥似的 拜登也急了 点名的骂 批评这个马斯克 说他操控民主 操控选举 对民主的破坏 但是也是仅此而已呀 你不可能说把马斯克就抓起来的 是不是 所以马云呢 哎呀 就是人呐 很遗憾的一个事情 我经常会想起这个事情 我们中国有些人呐都是很聪明的 真的是 然后就可惜就身在中国 马云也是这样子的 马云如果是在美国的话 这人绝对是一世界级的人物 绝对会干什么都翻起 翻起惊涛骇浪 他你如果是玩文化一定是个文化明星 如果是玩企业 当然是世界最有影响力的企业家之一 如果是玩政治 他绝对当一个国家的总统 没什么问题的 这哥们儿牛逼啊 所以我的朋友就告诉我 马云早就明白自己的处境 千万不要有马云那么傻 说国务院的总理李强担保他回去 他才没那么傻的 说马云在私立下早就放话了 习近平不死 他是不会回去的 习近平哪天死了 他就回去 这不就是我之前说的吗 是不是好好的熬着活着 要和习近平比什么 比命长 不急 你说当年毛泽东 把这个荣义人整得死去活来 把荣义人家里的所有的财产都没收了 完了以后呢 把荣义人罚到这个上海的这个什么 靖安区的一个街道上面去扫厕所 天天扫厕所 还接受这个 工宣队的这个训斥 有一次说他厕所没扫干净 对他一通报打 把他的一个手指 给打断了 这是民国时候最牛逼的企业家在毛泽东时代就这个待遇 忍呐 忍到哑口 是不是 熬啊 熬命长啊 容易人年轻啊 你怕什么呀 就毛泽东死了以后 毛泽东怎么也算不到 他当年被他拍死的这么一人 是不是后来当了中共的国家副主席 所以假以时日啊 马云好好的这个活下去 好好的享福是不是 好好的继续这个 时间继续经验 继续见识 以后回国以后 别说是国家副主席 你当一个国家主席 我认为都没问题 习近平他要死的 他身体不好喝酒 所以马云的在国外呢 我是如果我有机会见到他 我一定给他打鸡血 一定鼓励他 绝对是一人物啊 我跟你说 这个中国的事情呢 我这些年看的不要不要的 真正对中国有贡献的 就是那些个企业家 那些个流氓政客 一个一个的都是遭罪的 都是折腾老百姓的啊 所以今天也是也是很高兴的一件事情 跟大家讲讲马云的事情 马云没那么傻啊 不会回去 我终于 一颗选择的心给闹地了 闹停了 我真的担心马云熬不住寂寞 在国外 有没有人 前后前后后勇 有没有这个 这些个那些个的东西 然后也见兮兮的 一跑回中国 被席包子给拍死了 那就麻烦了 那就一辈子 真的就太惨了 相比之下 他妈的中性后 那个脑 脑头儿 就啥也不是啊 你看到没有 撕了以后 他妈的骨灰还没撒吧 估计 然后女儿的这个公司的这个指挥权就被夺走了 蠢啊 中国人赚了钱 要赶紧挪到国外 然后 然后坐等时机 中国这个地方 富不过三代 不行的 我看了一下 活到他们这个级别的企业家 像马云这种境界的人 在中国的共产党的这个 朝代里面一个都找不到 但是在民国的时候 那一串一串的 那绝对都是有这个水平的 所以强烈建议大家买我的百年经济史笔记看 百年经济史笔记 是三卷本 晚清民国和共产党 朝廷 三个时代的叙事 但是呢有一本书 叫做中国企业家的五个商业模型 其实过去的 他的名字叫 以大利史看企业家 其实那本书是非常的有意思 非常好看 你买我的 百年经济史笔记 笔记三卷本 我会把这本书送给你看 不用你再花钱 好不好 你看完了以后你知道企业家的高手 都是在民国的时候 都是在晚清 那真是高手 我跟你说中国这个地方出人的 关键是你不要活在共产党的体制之下 在共产党的这个时代啊 真正的高人就是马云 没有之一 那什么王石啊 给他提鞋都不配的 什么宗宣后了给马云当小学生都不够的 怪不得宗宣后跟马云还有口水战呢 马云要我是马云的话 他怎么看得起宗宣后这种老东西 啥也不是 谢谢